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年 我是双腿瘫痪的病人 教授邀请我成为一个秘密实验的受试者 第二年 我接受了芯片植入手术 等我恢复好了 就去找你 接下来的三年 我经受了实验的考验 好孩子 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双腿瘫痪 坚强一点 很快就好 相信我 放心 只有软弱的小孩才哭鼻子 一年前 我已经恢复了大部分处决 开始模拟驾驶 虽然只是模拟 但是再次摸到方向盘的感觉 真好 教授说 只要我通过最新一次的实验 就能完全恢复 他昏过去很久了 这也正常 他植入的芯片是初代蚕丝品 很难在能量冲击实验之后还保持星星 那这项目算是失败了吧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清理掉他了 教授争取到了最后一次机会 七天之后有一次终极实验 他大概率会死的吧 原来我是废弃品啊 已经是第七天了 下一个 一号实验题 我给你 怎么没有人 走 月 相信我 我是为你好 这是最后的誓言了 明天是你的生日吧 我已经为你办好了证件 你很快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谢谢你 教授 只是我不会再上当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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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此为止了吧 我还是回到了原点 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我和他还有约定 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 对决的正是赤燕 让我们为他的第十五次联赏赫彩 如今 世界重新在我眼前盛开 这个属于强者的世界 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所以轮到你展示成业了 现在让我们来进行强者剑的交易吗 稍后 那么这次 我们从来另一位 请到这里 再来 我们先去弹血